一天大概有差不多三个时间短 就是早上就是时间短 中午一个时间短 晚上的一个时间短 我有几个朋友在社区工作 他们经常就是加班到凌晨四五点 然后有好几个朋友 他们都在社区已经工作了四五天 从来没有回过家 所以感觉太辛苦了 送一些水给大家降降温降降薯这样子 志愿者们都比较辛苦 所以不仅是跨年水 可能还要补充一些维生室的那种 我们一共是准备了三百份的一个健康的午餐 送到了一共三个社区 谢谢 谢谢 那边也送到那儿不进来 你们不是更辛苦吗 没有需要的话就不需要 好 好 好 谢谢 早上六点就开始做了 大概十二点多做完 然后打包完到这里得到两点 午餐啊水啊这很重要 我们在这里 都实在你也看那么热的天啊 我们的所需的一些水 速度非常快消耗的非常快 今天是六十箱的矿泉水 五十箱的那个什么运动饮料 功能性饮料 一下子消耗了也差不多有一半了吧 还有那么多小时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的爱心 我们在前方的辛苦 那他们的爱给我们 我们非常感动 谢谢他们